4.30整點新聞持續帶您追蹤 保齡茶室失誤中毒案的最新進度 最新的進度就是台大的法醫研究所 在昨天採檢了北市府所提供的環境 以及生物機證剩餘檢體 結果檢驗完之後都驗出了米酵菌酸呈現陽性 對此法醫所的所長翁德宇就說了 這算是首次取得直接證據 好 說保齡茶室的集體中毒案 現在有最新消息出來了 負責檢驗的台大法醫所所長 也公布了最新的檢驗結果 他說米酵菌酸的毒素 就是在廚師的手部上面驗出來的 現在可以確定的是 這個毒素可以縮小範圍 確定就是在保齡茶室裡頭 甚至可以排除掉端菜的人 甚至是其他工作人員 但是廚師的手部驗出來這樣的毒素 它畢竟也是間接碰到的 沒有辦法確定的是 這個毒素是從哪裡產生的 這部分還需要再詳細的追查 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是3月26日前一天食藥署就去 當天就去採檢 可是食藥署為什麼之前是陰性 因為食藥署取到的 檢體的東西都是3月26日的 所以局長非常的聰明 就想說剛好培養沒有長出東西 那我們就利用這個培養液來試看看 所以後來我們把檢驗靈敏度提高之後 就在這個給我們4個檢體 包括有一個廚師的手 還有這個砧板 還有菜刀水果刀 總共4個檢體裡面 在廚師的手的身上 這上面就的檢體 那這個檢體是有培養液跳過的 然後都可以驗到這個米酵菌酸 那我們就可以證實 這個米酵菌酸曾經出現在 保齡茶室A13店 好 經過所講的解釋可以了解到 3月28號採集到第一位死者身上 有米酵菌酸毒素之後 這些單位就開始從環境中來尋找 哪些地方可以採集到米酵菌酸毒素 但是經過這個食藥署 3月26號採集過 所有東西都是陰性 都沒有辦法證明這家店有測到毒素 因此這起案件沒有辦法成立 是台北市衛生局長陳彥源 他想到用3月24號採集到 用來培養細菌的檢體 搞不好能夠能夠驗到 所以就將4個檢體 包括是這個廚師的手部 還有砧板 還有菜刀 以及是水果刀 4項檢體來做檢驗 3月24號是用柿子 來刮下一位廚師的手 跟砧板 菜刀 水果刀 所以能夠驗得出來 其實是從法醫所檢驗 來檢體浸泡這個培養液 經過一個禮拜的時間 才從這個培養液裡頭 用精準的質譜儀 檢測到裡面 確實有米酵菌酸的微量毒素 那這個結果也證實了 米酵菌酸曾經出現在 保齡茶室新衣A13店 但是證明廚師的手 是經過什麼食材 出現米酵菌酸 目前還不得而知 好 除了法醫所呢 有在環境跟生物檢體當中 發現米酵菌酸 對國民黨立委徐曉欣呢 稍早也提供了 除石手部等等的採檢照片 保齡茶室的食物中毒案件 持續的延燒 而台北市政府在今天早上 是召開了記者會 他們是強調了 包含了保齡茶室的生物的採檢 還有整個環境的採檢當中呢 都有驗出來米酵菌酸 而國民黨立委徐曉欣在稍早的時候 也秀出了台北市政府 當時去採樣的照片 這照片的內容是包括了 廚師的手心還有手背 還有廚具以及整個廚房的內部狀況等等 而現在呢就是廚師的手部 被驗出來了米酵菌酸 我們來聽聽徐曉欣他怎麼說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當時採樣的時候 所拍的照片 這是廚師的手的這個反面 正面 然後這個是反面 然後呢還有包含是 這個是沾板的採樣也有做 然後呢這是當天的廚房的 衛生環境情況的各個地方 也都做了採驗 當我們的衛生局長 台北市的衛生局長 大家聽到台大醫院可能有 米酵酸菌的標準品的時候 就立刻聯繫 然後呢提供我們在3月24號 所去檢驗的環境 那希望能夠去驗 看有沒有驗出米酵酸菌 晚間的時候得知了 確實在環境裡面有驗出米酵酸菌 如果不是3月24號 就按照應該要有的SOP 去進行採檢的話 今天那驗不出來 也沒有進一步的證據 只能像中央現在的說法一樣 繼續用猜測的 那請問檢調該怎麼往後調查呢 如果沒有新的試證的話 好 現在針對驗出來了米酵菌酸 台大在稍早的時候也表示了 他們是只有在廚師的手部 驗到了米酵菌酸 而徐曉星他其實也強調了 要不是台北市政府 在第一時間趕快去採檢的話 現在中央可能還不知道 米酵菌酸到底從何而來 在立法院的最新狀況 好 謝謝周凱 從如剛剛周凱所報導的 現在目前只有廚師的手 有驗出米酵菌酸 所以針對這樣子的結果 知名法醫高大成就說 這樣看起來更明確了 就是廚師在案發之後 再回頭去整理食材的時候 導致二度沾染 所以他認為廚師一定知道 是什麼有問題 不是 他在牽什麼命的事 總是去砍檢調 所以要把我們查到 所以表示這個東西 並不是很常見 我的感覺就是 所以你還是認為廚師知道 是哪一個有問題 我的感覺 他不是知道 他心裡有數 因為人家說 那不是這個 所以他競得清淨的 然後我針對的手 所以他競得掩尊米酵菌酸 是不是這樣 可能性有啦 不是嗎 不然你經過四天 你如果不中東 你又沒有洗手 這不可能 你如果一開始就摸到 你經過四天 你會放棄了 你也沒有你也吃到 不然你也 對不對 你也洗手過 所以是不是清的過程 又去染染到 再這樣掩到 可能性 好所以這個意思是廚師沒有洗手嗎 不然為什麼還能夠驗出毒素 對此呢 這個北市的聯合醫院 蘇伊峰醫師就解釋了 這個米酵菌酸呢 它適合在廚房裡面生存 而且呢 其實很不容易被清除乾淨 而且呢 就算是極度微量 都能夠被質譜儀給檢驗出來 不過呢 就在食品中毒案 還在查詢的同時 保齡咖啡館的饒河創始店面 鐵門外面呢 最近被貼了這張粉紅色的紅單 這是什麼呢 這是一張台電提醒電費沒有繳的通知單 原來呢 是因為保齡饒河店 三月份的電費帳單 6300多塊 但是因為遲遲未繳 因此呢 今天開始這個店面 也被停電 不過剛剛前面就聊到了 現在目前呢 食材的檢驗結果都是陰性 但是呢 檢警調查認為呢 是廚房管理沒有標準 SOP 疑似呢 有新舊食材混放 所以釀出問題 因此呢 讓代班廚師用到了有毒的食材 因此呢 相關單位 現在也要持續追蹤 敬明代班廚師 保齡案 胡姓代班廚師和周姓主廚 全都列為被告 現在檢警調查 認為廚房管理鬆散 是問題主因 第一線機材員的回報 就已經有跟我提到 這樣子的情況 產品的一些標示 雖然有標示 但是據說機材員抹了一下 那個標示的漆就掉了 所以標示 那個機材員的回報 是看起來 它的食物的保存等等 不是很完整 所以它在這方面 也有限期改善 而且的確 當下也有看到一些鍋載條 它是放在室溫之下的 研判保齡 因為租月在3月31號到期 即將結束營業 加上廚房 沒有標準作業流程 SOP 要求食材先進先出 甚至周姓主廚 將新舊食材混放問題 導致代班廚師 誤用已經出現毒素的 代銷毀食材 才會釀貨 判斷起來 可能是這個 已經用完的那些 果粉 或者其他物質 這個是主要的元兇 再過來的話就要去了解說 整個燈條跟儲存的過程當中 是否有比較不一樣的 就是說比較異常的現象 代班廚師物主過期 或是果條退冰放太久 都是減進追查方向 這個老實講到目前為止來看的話 我們並沒有把握說能夠直接去做 這方面的證明 但是不管怎麼樣 還是可以做一個推論 就是可能的狀況是什麼 就怕保齡中毒案演變成食安全案 薛瑞仁強調一定會有結論 給大眾一個交代